七角乾淨很好耶 長輩們揹起書包 排起陸隊 面露笑容 手牽手上學去 農曆春節過後 吉安鄉45處銀髮關懷據點 陸續開戰 17號上午 鄉葬由蘇貞也特別準備 使用的書包作為開學禮 拜禮 謝謝 針對吉安鄉所有的銀髮社會福利 希望老大人在我們的社區裡面 能夠快樂學習 能夠用感官來延緩老化 讓我們用共構的學習 用我們陪同來陪同我們的老人 活力學習成長 而且可以延緩老化的 這樣的一個我們的推展工作 希望我們的老大人 在我們的健康站 文件站 長照西站 各個地方 都能夠擁有很多的好朋友 很多的同學 從事我們就學年代的喜悅學習 長輩們在拿到書包後 也都相當興奮 迫不及待的打開放入個人物品 看 我裝我的外套 背心還有帽子耶 很棒啊 因為外出就可以背著它 因為很大很 可以裝很多東西啊 由蘇貞表示 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 所有的銀髮長者 都是吉安鄉的智寶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關懷據點中 跟著老師 同學 好朋友們 分享學習的喜悅 活到老 學到老 共購延緩老化的健康樂活吉安 聽話學習 樂活吉安 耶 記者 徐立芹 堅香報導